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和社会地位的提高 我们应该更多地考虑到自己的言行举止 对他人和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尤其是在涉及到工作和人际关系等方面 低调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掌控自我形象和行为 还有利于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 以及形成具有建设性的思维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方法 正所谓高调做事 低调做人 这是一种明智且稳妥的生活方法 高调做事可以让我们在工作学习和人际关系等方面表现出色 赢得更多的机会和认可 而低调做人则表示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注重个人品德修养 不骄傲、不放纵、不吹嘘、不炫耀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碰到许多突发状况 那么哪一种情况能够说明我们真的变成熟 学会了低调做人呢? 心理学指出 如果你长期在这四件事上都保持低调 那就说明你的内心极其成熟 成功时低调 成功的时期保持低调不仅可以证明一个人在心智上的成熟 还可以让我们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更加成熟 也更富有应对的能力 在成功之后 成熟的人通常能够看清周围人的真实态度 特别是虚似的表面追捧 巅峰时期得到的美好姿态并不全都是真的 所以我们更要深入思考和分辨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坚定自己的原则和信仰 面对着铺天盖地的赞美 我们一定要保持警惕 不要产生自满和骄傲的情绪 不断提醒自己保持谦虚和清醒 过分追求表面上的成功和荣誉 很容易导致人们失去自我 盲目跟随权威或是社会风气 最终迷失初心 成熟的人懂得尊重自己的价值 不会被虚假的赞美所迷惑 更不会被外界环境所左右 在成功的道路上保持谦逊的心态最为重要 假如你忘记了前进的方向 便很有可能将成功化为失败 失败时低调 在面对失败或是挫折的时候 成熟的人通常会采取内敛的态度 不会过分地展示自己的情绪和痛苦 这并不是因为自私或是冷漠 而是因为成熟的人清楚地知道 他情绪和痛苦只能自己承受化解 别人无法帮助其走出困境 另外 他们明白过分抱怨和哭诉 只会让自己的处境更加艰难 还会带来沮丧和无助的情绪 甚至于招惹周围人的讨厌 他们更愿意把宝贵的时间用来反思总结 一步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以此来重塑信心和前进的动力 当然 他们也会有求助的时候 只不过这些人只会寻求 知青知有的支持和鼓励 这都建立在信任和亲密的基础之上 而非向所有人张扬个人的痛苦和困境 这种内敛且克制的态度可以帮助成熟的人 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和处事方式 从而进一步坚定其远大的目标 一步步走向成功的终点 面对家人是低调 对于成熟的人而言 家庭是他们心中最为重要的港湾和支撑 他们会尽一切努力来保护和维系这份亲情和责任 在面对外界的不公和挫折时 成熟的人会在家庭中寻求安慰和支持 同时也会尽可能地避免给家人带来负面的情绪和焦虑 正是因为内心成熟 所以他们把家人看成是最珍贵的财富 不愿意让自己的过错和困境影响到家庭的稳定和幸福 这类人很明白 作为子女的自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他们需要尽力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 与此同时他们还会尊重和体谅长辈 不会在家中随便发脾气 而是尽可能地展现出成熟和负责的态度 用实际行动来回馈家人的爱 在前辈面前低调 职场是一个充满竞争和利益关系的场所 很多时候工作中的同事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和博弈 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持警惕和清醒 不要轻易地相信任何人 更不能把自己的小秘密随意公开 在关键时刻 我们要保持着谦卑和低调的态度 在前辈和高手面前尤其要谨慎和谦虚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一步步站稳脚跟 更好的发挥自己的才华和能力 进而迎接职业生涯中的挑战和机遇 总而言之 低调是一种宝贵的品质 在当今这个社会 成功往往伴随着名利和声望的追求 许多人都急于向外界证明自己的价值和能力 在这样的比拼中 我们很容易失去自我 但若是能保持低调平和的心态 不急于求成 也不急着张扬 那我们就会更加专注 也更加踏实 从而获得更好的成绩 The End